再來我們要來看一下就是 因為我們在簡報裡面 難免還是有機會用到什麼 淡入淡出對不對 還有什麼轉場的效果啊 說真的其實這個不是Price最主要的 但是因為有些人還是會有這樣的需求 比如說他希望我一個畫面裡面 我這個字就逐字的出現有沒有 逐行出現 不希望說一個一個就是全部都一起出來 那麼怎麼加入呢 這是在什麼編輯路徑這一邊 您可以看一下在這裡 好我們到編輯路徑 你看旁邊旁邊這裡有沒有一個這個 好現在呢我們就來點看看囉 所以你把這個點一下 Animated Frame的Content 點一下呢你就可以進到他的設定畫面 設定畫面來看 比如說我希望這個先出現 你看點了有沒有1出來了 很像PowerPoint那種感覺 2 3 4 如果確定沒問題 你按DOWN 我們可以先Play一下 所以待會呢會先出現這個 再出現這個 這樣其實你會 簡報應該都會 現在只插在說 這個裡面 他是透過這樣做 那你有做了之後 有沒有發現他跟別人哪裡不一樣 很清楚喔 這樣就OK了 他沒有太多那種那種效果 他主要是就是這樣子而已 就是加進去 檢測 決定他的順序喔 所以這個是我們剛剛在這裡呢 給大家 看到的喔 這個不用了 來 這個OK了 好 那另外呢 我們看一下 這邊還有哪一個 組織圖有沒有 組織圖這個我們用到機會就比較多 因為如果你 一般來說 如果你要插入所謂的組織圖的話 一個一個弄是很累人的 你可以從這邊 這個第三個有沒有 第三個裡面就很多啦 你看也多不多 因為有些流程的話 你要做自己一個弄真的很慢 比如說像這樣子 請問我如果加了這個 總共會增加幾個頁面進來 你覺得呢 五個 六個 我們試看看好不好 來選擇 好 我們往下看喔 這裡 這裡一個對不對 你看喔 一 是不是一個全部的 再加上 二 三 四 五 有沒有六個 對不對 也就是說他會把全關的一起帶進來 好 就是你整個完整的帶進來 那當然這個 你要放哪裡就隨便你了 好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說你的這個組織圖加進來之後 因為他預設會包括所有的 好 那這樣你會比較好找 對不對 像這樣會比較好找 那你要放在哪裡都沒有關係 好 反正這張紙多大都OK 一個前提就是 如果萬一你套太近的時候 會選不到外面 對不對 記得用滾輪往後退 或者用滾輪往後退也可以 那你這樣子的話就會比較好移動它 會比較好移動它 這樣 沒問題了吧 所以這個組織圖的部分 你可以 你會發現其實還蠻快的 那我們剛剛也有提到的這個 這幾個部分了對不對 這幾個部分應該沒問題 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就是3D的背景圖 什麼叫3D的背景圖 其實你們剛剛在產生新的那個 簡報的時候 我們不是都有很多那個範本給你選嗎 有沒有發現有的範本它是有很大的背景圖 有很大背景 那今天如果你想要那種背景圖的話 這個你可以來這邊設定你先看一下 在這個場景的裡面 它會有一個 制定 制定這個場景 點進來看 點進來 好 這裡 它現在就有用一張有沒有 地球的 你可以看看喔 我們直接下一步 背景的顏色 有沒有背景顏色 你可以選 戰地的Logo 你也可以自己挑 在這邊 再往後退 那如果你的標題 大標 次標 跟什麼 本文 要改變顏色 就從這邊來 預設的顏色 預設顏色 好還有這些有沒有 那個外框啦 箭頭啦 都是一樣 這裡Advance裡面 有一個3D的背景圖在這裡 編輯 你最多可以三張 但是你各位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因為它是不是很大張 然後在那邊 所以你的背景圖 如果不多大張的時候 會變什麼 變馬賽克 變模糊 所以你一定要打很大張的 所以我們剛剛 有跟各位提過 Google的找圖 如果你要找大張 要怎麼找 會嘛 對不對 你到Google 找圖 好 假設這個 你要找這個 滑過去 就可以看到 哇這張這麼大 6250 真的有點誇張 好 你找到這個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夠大 像這個不夠大的 你點進去之後 記得 就從右手邊這邊 它有個其他大小 這樣也可以 或者你脫衣這張圖 直接到哪裡 到上面去找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它那個圖的話 我印象中 是最好 是這樣子 3000 因為那個很大 那你最多可以設三張 可以設三張 所以這個是 比較特別一點的地方 跟各位稍微說明 所以 您可以稍微試看看 我們剛剛講的 加入簡單的什麼 淡入淡出的效果 這就做動畫 在哪裡做 在編輯入鏡裡面做 那組織圖 應該沒問題 比較特別是要注意一下 它加入的張數 應該會比你原本裡面的圓圈圈 還要再多一張 好 我就把畫面還給你 喔 有關 p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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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記 有關 有關